大众请合掌 请随我功称三称本师身号级归敬三宝纪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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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大道佛从来 制度大海佛穷尽 制度相依佛无碍 其手制度无等佛 有无二戒灭无余 诸法实相佛所说 常住不坏尽烦恼 其手佛所尊重法 慎重大海行福田 学无学人以庄严 后有爱种永已尽 我所寄灭根溢出 以舍世间诸事业 种种功德所住处 一切众中最为上 其手真尽大德森 一心恭敬三宝乙 吉诸旧事弥勒等 摄论第一胜无拙 千步论主贤士卿 我今如历欲学行 大智彼岸十相义 愿今大德圣智人 一心善顺护我行 弥勒菩萨我齐请 其上大师我加持 欲解胜至于且行 一切贤胜 今归尽 心经 观自在菩萨 行身波尔波尔弥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摄例子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摄例子 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不增不减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事 无言耳鼻舌身意 无色身相未处法 无眼见 乃至无意事见 无明亦无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无苦即灭道 无至亦无德 以无所得故 菩提萨多 以波尔波尔弥多故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就近涅槃 三世诸佛 以波尔波尔弥多故 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故知 波尔波尔弥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出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 波尔波尔弥多咒 即说咒约 G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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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a Gade Bala Sam Gade Puri Tsoha 好 请放闸 各位学长早安阿弥多佛 今天各位看到不一样的排场是我坐在这儿 我现在在练习实习主持人 那因应小云在八月会有一场那个一次请假 好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分享的画面 今天那个我们的程序是前面第一堂课 一小时 前面一小时是 所以弦浩学长他做报告 那美丽学长会帮我们做总结 那第二场就是缠坐的练习 好 那是由惠林学长来负责的 好 所以今天的程序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弦浩学长来为我们分享他的心得报告 弦浩 好的 各位师兄 大家早上好 我是北京的弦浩 是这样就是 因为本来今天是进化是一级华师兄他的分享 但是一师兄他最近在寺里做一工 这段时间都时间不暇满 可能这段时间他说他也没有上课 所以可能就是做报告有困难 时间不暇满 所以墨学就替他做这个报告 那好 那我就分享我的PPT 那我今天报告的主题是取所缘修作义 因为就是我本来想做这个侮辱缘起 因为我们正在学习侮辱缘起 后来我发现不行 就是对于侮辱缘起的理解 还没有那种感觉 只是概念上的就是没有这种 就是意乐吧 或者是这种感觉 所以老师说了吗 你只要分享你有感觉的部分就好 所以我觉得取所缘修作义可能 因为修作义呢是这一段时间 我们周二这个 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的内地的学长轮流讲的 125的部分 取所缘呢是这个 这两个部分呢是 我是分别取的 这是老师讲的是 一切实际论的125部分和118的部分 那118的部分呢是 我们也是内地一个新岳师兄 他呢分享给我的 他有一天晚上说那个 想好师兄这个老师 这118的部分 讲得非常精彩 您可以学习一下 我一听确实是很好 所以我就把这两部分呢 结合在一起 然后做这么一个 跟大家做这么一个报告吧 这个是我们就是 今天的这个缘起 那如何正确认识取所缘 取所缘呢就是 我就是在没有学佛之前 我们就认为 我会认为取我的所缘 就是我的看到的东西嘛 然后呢我们要修禅定的时候 那我就看到这个东西呢 比如说我取一个 取一个专注的所缘 比如说这个呼吸 那我就专注在我的呼吸上面 然后让我的这个心念呢 就是什么都不想 就专注到呼吸上面就可以了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取所缘 并不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个 简单的就是取一个专注的对象 然后就是简单的这样专注的 这么一个一个说法 那取所缘呢 它的这个所缘呢 它是我们这个正念心属于境界分 因为我们所缘都是我们这个 等于我们意识的这个相分 然后呢我们我们取呢 是今天我们跟对成所有境界事当中的 这个境界当中的某一类特质 在我们就是没有学佛的时候 我们每天也确实在取所缘 但是呢我们是随着我们的习气 是在取所缘 因为当我们随着我们的习气 没有学佛 没有透过观照 没有修正 就是放任我们的习气去取取相的时候呢 我们就非常容易取自己偏好的这种特质 比如说你喜欢这个东西 那你就会取这个东西的 很好的这个 很好向的这一面 你不喜欢这个东西呢 那你就会取这个 这个东西的不好的那一面 就是这样 随着我们的习气去取 比如说哈 就是对于玩和出去玩和旅游这件事情 那我呢原来是一个特别爱玩的人 那我就认为出去旅游出去玩呢 就能见识到很多的 我见识不到的景色 然后呢体验到当地很多的文化 学很多的东西 然后呢能够品尝到当地的很多的美食 我就觉得旅游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同样对于旅游这件事情 对于我母亲来说呢 她就觉得还是在家好 因为在家什么都习惯了 睡的床也习惯了 出去呢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然后又这么辛苦 舟车劳顿的 然后花这么多钱买这么多罪售 其实是很不值当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看就是对于旅游这件事情 我跟我母亲就是同样一件事情 就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这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的这个习性和偏好去取这个 取这个劲 那如果要是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长久用这种习性来取我们的对劲的话呢 就会串习我们的这个烦恼的根 那既然我们的心取向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一种习气了 那我们就运用这个心的功能 那我们在境界中呢会要刻意的去取向 然后练习自己的心在这种如理作意的这种取向中 去从这个有奸杂的这种作意到无奸杂 就慢慢慢慢锻炼我们这个等于如理作意吧 好就是下一个这个呢 是我们在相关茶会上的一张照片 虽然不同但是意思是相同的 就是为了说明下面的呢 我想就是用这张照片呢 就说明一些事情 想跟大家互动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张照片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因为这张照片当时在相关茶会上展示过以后呢 效果还是很好的 让大家会能懂得一个一定的道理 那我想跟惠玲 惠玲学姐几个互动一下 惠玲 惠玲学姐您在吗 我在 那您看了这张照片 您觉得是什么吗 您印象 这张照片我就是看到很多人举着 我认识的太阳花 那个是向日葵吧 这是向日葵对不对 那大部分有大部分的人看到他们是穿着好像是一个团体的制服 那有些人他是穿着这个便服 那好像是一个聚会 大家一直认为是一个聚会 对是一个聚会 然后举着向日葵 我大概目前那他可能就是在一个广场 因为我看到有这个树木 树木 是的 那以上是我大概可以看到人数还蛮多的 至少20个人以上应该有应该超过 以上是我大概的观察 是 好 好 咱咱贵林学长 就是贵林学长是觉得就是一群人在广场上 举着太阳花也就是向日葵 在那里 好 那 班长在吗 班长 你觉得这是这是什么 一张照片 整一个 看起来是一个团体旅游 在旅游 对看起来他们在做团体照 你可以看到 左边 左边有一个人 前面一点有一个人拿那个手机在照团体照 那他们可能 在照相是吧 对对对 然后他们 一群人在旅游 然后这些人在给他们照相 对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只向日葵 那可能也跟他们活动过程有关 这是我观察到的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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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找一个吧 其乐学姐在吗 看 有点声音小 这样呢 听得到吗 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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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这张照片 很小声 可以再大声一点 太小声了吗 好 稍等一下 这样呢 这样有没有听到 有 这样很好了 这样可以听到 好 我看到这张照片 我认为它就是 某一群人为了某一个目的 在某一个地方 然后集合 然后做某一些事情 就这样子 在做一个活动是吧 就是某一群人 为了某一些目的 在某一个地方 然后集合做某一些事情 这样子 还是其乐学姐聪明 这个盘阔性比较大 是吧 好 好 好 那个 这个 这张照片 我第一次看 当然不是 不是同一张照片 但是是类似的照片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呢 是我 我女儿高考之前 那时候 我女儿要高考 可是呢 我反映出来的事情 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说 也是公司搞活动 公司在搞活动 一帮人在这里 后来 等于是 小朋友学姐 当说 其实这是 一群家长在等着 高考出了 考试考场外边 在等着孩子考完试出来 的一个场景 那为什么要举向日葵呢 有一个词叫一举夺葵 叫一举夺葵 然后呢 你看很多的妈妈们 女性们都穿着旗袍 寓意着旗开得胜 这是一群家长们 在等着孩子 从高考的考场里出来 你看 其实当时 我在看这张照片的时候 实际上我女儿过几天 就要高考了 但是我都没有反映出来 是这个 所以你看 有 我们是五个人吧 还四个人 四五个人 反映出四五个不同的 这个场景 就是 我是觉得是公司在做活动 然后呢 你看小云 小云班长说的是 旅游团 照相 然后有的是 都是在做活动 所以 这就是 说明了什么呢 我们这个实际上 我们所取的这个 外境 同样一个外境 我们是怎么样认识 我们的这个境界了 我们所 我们的所缘 其实它是跟 跟对境 是不太一样的 那跟对境呢 它就好像是 禁止照顾一样 它 它是没有什么 就是心 没有 没有心的参与 它就是 是镜子一样 它只是接受光源 然后显像 而这个显像呢 它 它是一种 它 它们不需要心 那如果没有心的参与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 一个这种物理的 比如说 光源呀 空间呀 距离 角度 这些物理的 跟我们身体的 跟着四大的 这种生化条件 这是它本身 法性的作用 那如果我们的这个 第六意识和第七第八意识 没有参与的话 它就是这样子一个 等于是前五世的这种 这种对境 但是 前五世的发动 跟去对境 其实是跟着自信功能 它是没有意义了 因为它不寻 寻思名言 那 没有第六意识 前六世 前五世呢 对于我们而言 它是不知不觉的 那寻思名言 它是第六意识的功能 因为前五世 一定具有巨型的意识 但是巨型的意识 不见得会去 变满整个的跟对境 因为你的第六意识 根本没有 在你的第六意识 在有时候 可能会没有管 你的五根所对的境界 比如说你在 独头的这个意识当中 你眼睛 见到外境 耳朵听到外边的声音 但是因为你没有作意 所以你对于你的对境呢 你会见而不 等于 见 但实际上你不知道 见 闻而 听到 但是你不知道 一样 比如说我们在 在 做一件我们很专注的事情 或者是 发呆 走神的时候 那你眼睛 眼睛看到了 静和耳朵 听到的声音 你可能就 就不 就可能就 赢不起你的 这种意识 产生 虽然它在你的眼前 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所见到的 听到的 闻到的 所有一切呢 跟所有的 对的 近 其实完全都是我们 第六意识的 法臣 那我们今天 跟对近 跟 我们今天能够去 注意到 境界中的某一种特质 在你的第六意识 生起一个觉知 然后你丢给了 第五识 所谓的 五识献起 那是因为 有第六意识 帮忙 没有第六意识 前五识 就是心境限量 率而易心 生极灭 根本对于我们而言 它是不知不觉的 那 前五识 对于我们人而言 它只是一个 增上源 而真正 我们的事的 亲所源 它是靠 第六意识 创造的 那个明眼镜 而那个明眼镜 取到了 掩饰的自尽 掩饰生了 生了以后呢 它要跟你 引你的这个心 引你的这个 所源 就是这个 增上源 去引你的心 跟它的 跟它巨石 合合相应 你才能够有 对这个境界 有所判断 就像刚才 看到的这个 例子 你先看到了这些 然后 然后就会想到 这是做什么 然后就 就去想 这种 这种情况 一般会是做什么 去引你的 原来的这种记忆 去跟这个照片 去合合 这样的话呢 你才能够知道 你判断出 它是在旅游啊 或者是 它是在公司聚会啊 或者是 这帮人在 在做什么活动啊 会做出这个判断 那如果要是 我告诉你 这个是 一群家长 在等高考的 出来的孩子 那这样的话呢 你 你当听到了 这个以后 你的以后呢 你就会有了 这种想法 以后再看到了 类似的这种 照片的时候 那你就会觉得 这是 你就会知道了 这个就是 一群家长 在等孩子 因为你已经有了 这个记忆 和这个心肿 在这儿了 好 那 下边 怎么样 怎么样 取所缘呢 今天我们说 我们取所缘 其实并不是 叫你的根囊 紧盯着这个境界 专注 取所缘的方法呢 它不需要你用力 用力的专注 它需要你放松 简单的观察 这种简单的观察呢 我记得 妙记长老曾经有一个比喻 就像是 老师也曾经说了 就像是 电影院门口的 那个检票的人 检票的人 他怎么 他凭什么 把你放进去 他不管你是男的女的 你是 什么样的皮肤啊 就是外国人 还是什么人 这些特质 他都不取 他只要看你 手里面有没有票 这个是他要 他要 他要关注的 然后呢 顺便看一看 你的 你的票 是否和你的 这个人 相符 比如说你要是个成人 买了一个儿童票 办票 你就不可以进去 他只关心境界当中 他需要看的 需要警觉的特质 那这个呢 就是取所缘的意思 那我们取所缘呢 比如说 安纳班纳念的 所缘 他是取的是 一切有违法的 生灭象 那去观生灭 物无常 起悟到 无常 不顾 不顾 无我 用这个方法呢 纠正我们 对境的 颠倒想 那我们 对境呢 一般都是 长乐我境的 这种 颠倒想 从而 就是能够 解脱我们 就 境界对我们的 束缚 那 所缘呢 它并不等于 境界 境界呢 它是 我们推想 有一个客观的境界 事实上呢 我们对境界的认知 都是巡猎发现的 就像刚才这个 这张照片似的 同样的境界 我们会有 不同的想法和认知 都是我们 对于我们原来的 这个记忆中的 这种种子 然后跟它相合合 对应 巡猎发现 认定它是什么的 那我们阿赖耶石 有什么样的种子 就会对外境 现出什么样的影像 这是与我们 阿赖耶石的 种子有关系的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 比喻就是 一水四溅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同样是 一条河水 那我们的人呢 看到的就是水 是能够滋养我们身体的 能够洗衣 做饭 能够为我们所用的水 而如果你要是 饿轨道呢 你看到的呢 同样的这个河水 它看到就是浓雪 而如果你是天人呢 你看到的这河水呢 就是琉璃 那如果你要是鱼 那你看到的就是 这河水就是你的家 所以到底这个 我们都是寻夜发现 看到外境的 所以你要扩大你的眼界 接受一切的可能性 同时的存在 存在你跟对境界上面 所以我们对境界 并不是真实意 我们所对的境 并不是真实意 因为我们的对境 都是根据我们的事 取所缘之后的结果 好 那下一个 那取所缘 要善用我们的变形心索 那先确定取所缘 取所缘呢 也就是怎样善用我们的心 其实善用我们的心 正确地讲呢 就是善用我们的这个 变形心索 那变形心索 有处作异受想思 要善用变形心索呢 那为师学主张就是 要把作异为先 因为作异 它是引心中取自尽 它既然是引心中取自尽 所以它是建立 你的事的所缘境 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索 而你的所缘境呢 又会引导你 你对它的这个 你的所缘境又会 进一步的引发你的 你对它的感情 以及思想的内容 那如果你要是 按照我们普通凡夫 我们普通凡夫呢 都是以先处 然后再作异 可以受想 那如果要是以这个 处为先的话呢 它就是从过去夜报 带来的这种夜席 以及这一生 后天学习的习惯 经验知识 动杂之后的结果 那这个呢 就叫做夜席 也是我们的夜的席气 那修行呢 如果要是奉任我们的心呢 随着夜席去流转 那就是 那是不可能够 出三界了生死的 所以我们 我们看 我们因为看不到 因缘悟不了原生 所以你永远都会 随向去指使 于尽去颠倒 任运的就是起 我们的就是鉴于爱 你对近 你会生起 你爱他 你恨他 你疼他 结果呢 结果是 真相是什么呢 你是没有办法做主的 而且呢 你根本就是 跟你的 你自己的这个 幻境 你自己阿拉耶识 起了这种幻境 然后再作对 所以 我们先建立一个 取所缘的 正确的观念 然后根据佛法的 这个文思呢 修正我们的作意 以佛法的 如理作意为先 也就是看到一切有违法 他呢 是无偿苦空无我 用这样子的作意为先 来修正我们的 这个颠倒作意 如果你以这个 作意为先的话呢 你就不会对这个 被这个世界上的 武欲所牵扯 我记得当时 简丰文简老师 在跟我们说 这个学佛的妙方的时候 他说 你们如果要是 去看这个 就是冰灯展 我不知道台湾学长 见没见过 北京在延庆 因为那个地方 比较阳冷 所以每年呢 他都会有冰灯展 就把那个河里的冰 大块的冰 拿上来以后呢 标成各种各样的 样子 然后里边配上灯光 然后探得起来 特别的漂亮 当你去看这些的时候 他会把冰 雕成各种东西 那你会对他产生 这种贪恋吗 比如说 他雕成了金银财宝 那你肯定不会对他贪恋 是因为你知道 他是无偿 无我的 这个温度一高 这水一化 那就 就就就就 等于这些就没了 他就是一个幻象 所以如果你要是以这个 你知道他的实相 以这种坐意为先 来去看他的话 你就不会对他产生这种贪恋 他也就不会 他的变化也就不会束缚你 我们之所以被境界束缚 就是因为我们的颠倒下 我们把他直实了 所以我们要以坐意为先 先把这个如理坐意 深深的扎到我们的这个脑子里边 然后呢 以这个坐意来再观一切的事物 这样的话呢 就这么取所缘 就不会对我们产生这种苦啊乐啊 你喜欢啊 这种这种的束缚了 好 那下面呢 就进到了这个修坐意 我们取所缘知道 是取所有有违法的生涅项 然后以无偿苦空无我的 这个坐意为先 那修坐意呢 它是有这么几个阶段 在修坐意成就道果的理成悲章 它有这个七坐意和四种道理 这也就是老师的 《遇切师地论125》部分 讲的非常精彩的部分 然后这个部分呢 也是我们周二的一些学长轮流 复讲 我们就复讲这二十分钟的开始 每周二都复讲 同样的内容 然后所以可以可看 就是这部分 确实是非常重要 也非常精彩 好 那七坐意呢 那七坐意呢 它有它是了相坐意 圣洁坐意 远离坐意 摄勒坐意 观察坐意 究竟家型坐意 和究竟家型果坐意 这七个坐意 然后对到这个四种道理 就是关带道理 作用道理 正程道理和法尔道理 老师呢 老师呢 就把这个七坐意 和四种道理 对起来 然后跟我们做的开始 好 那 了相坐意 和圣洁坐意 它对的是观带道理 那 我们就是 我们取所缘呢 它是透过一个 寻思意的总相 寻思思象 品实理的别相 在整个成就圣道的过程中呢 要动用我们的寻求心 去寻求所缘 那 伴随着我们取所缘之后呢 修正我们的颠倒坐意 去成就道果 因此呢 它就是有六品寻思 伴随着七种坐意 那千两个坐意 那千两个坐意 什么叫了相坐意 和圣洁坐意 如果你是文思夹杂的话 那它呢 就成就我们的了相坐意 那什么是了相呢 就是了一切的 法的自相跟共相 透过文所成会 思所成会 来成就正念 如果你当你还没有成就正念 还没有升起正定之前 那都属于了相坐意 了相坐意呢 也就是我们在 寻思六品过程当中的一个基础 我们不能不透过文思 而去直接参究一切法的实相 我们是透过文圣言量中的文具意 然后把这个文具意呢 变成我们心中意识的同行 对境的同行 意识的一言进 也就是变成四法四义 有见一言 带着这个一言进的理 然后就是这个理就是如理坐意的理 去观我们跟对境的一切六成的特性 用它来修正我们的编导坐意 变成如理坐意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透过圣言量的学习 文思夹杂的了相坐意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老实说 这个功夫 占了我们所有修行功夫的80% 而了相坐意的目标呢 就是要成就这个修所成会 所依止所缘的正念 成就正念不忘失 细心了达以后 那这个坐意呢 这就叫做圣洁坐意 那圣洁坐意 它是一个标准 有一个标准 在两项坐意的前提子以下 不断不断地进行 这种在对境的过程中的这种磨练 最后达到一种什么程度呢 圣洁坐意呢 它是一个无奸杂 能够在一切实处 一切境界中 能够观生涅物无常 能够做到这个地步 才叫做圣洁坐意 我现在就是了解了 为什么老师说这个 这了相坐意和圣洁坐意 能够占到我们功夫的80% 其实你看我们每天每天都在这么的学习 在温思圣原量 但是呢 如果要是真正你要到的圣洁坐意 也是要到无奸杂 能够在一切实处 一切境界中 都能够观生涅物无常 这个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做得到 我们可能理懂了 但是如果要是让我们做到这个 这种地步的话 真的需要很多很多的这种 在境界中的磨练 讲一个例子 我们学佛我们都知道 这个儿女啊 她就是我们一个缘 是吧 她有她来到 她只是借助我们这个缘 来到这个世间 然后她有她自己的一种缘分 她有自己 她自己的福报 和她自己要经历的事情 我女儿呢 就是高考完了以后 她前两天呢 她姐姐 她的远房的一个姐姐 给她介绍了一个朋友 这事呢 我也因为她毕竟 马上要上大学了嘛 这事呢 我也就没有去干预 如果要是在高中 我肯定是反对的 但是其实如果缘分到了 你反对也没有用 但是这件 这个呢 到了这时候呢 我也就没有去反对 因为我觉得如果要是 强烈的反对的话 她搞成地下秘密的 可能更糟糕 然后呢 我就跟她有时候聊圈 然后呢 就是大概的 她跟这个男孩子聊 然后大概的这种什么情况 然后帮她分析呀 帮她什么 其实我的心里边是知道 就是说 你这个孩子的这个姻缘呀 他是 他是自己 他遇到什么人 其实是他自己要必须走的路 但是总是心里边放不下 有时候甚至睡觉的时候 也会想别遇到什么 这个不好的人啊 或者是不好的什么 就是这样子的担心 那如何能够 当然你要是完全不管也不对 因为你作为一个母亲 在孩子这样的时候 肯定是需要有一个指导 那如果要是太粘着在这个上面呢 肯定也不对 所以如何怎么样找到这种 这种合适的方法 然后能够你佛法的一种 把这个事情解决好了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你说道理都懂 有时候也宽解自己 但是就是止不住的老想去 去看一看 到底到底是进行到什么情况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是我最近遇到的一个 让我有点 有一点点生烦恼的事情 好 可能有点扯远了 那 了象作义和圣洁作义 它是占我们的这个功夫的80% 而且呢 就是 如果你有了这个圣洁作义了以后呢 有了一个铭记不忘细心 了达的圣洁正念 那我们呢 才有这个修圣道的开始 那之前呢 都是在道前资粮 让我们的心呢 透过就是对于圣道解除的爱药 限制这个所缘 成就这个圣洁的正念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修学圣道 要在做上修止观之前 必须要是自己文思会过程当中 自己努力去成就的 老师说就是在这个地方啊 的努力啊 是谁也帮不了你的忙的 必须要自己在这些都不断的磨练 就像是开车一样 学开车哈 那老师的 老师的任务呢 是 教你怎么样正确的开这部车 你的目的地在哪里 你怎么样正确的开这部车 那你学会了这个道理之后呢 你下一步呢 就是你要自己去练 你不断的在这种境界中 不断的在路上 在练习的过程中 你的开车的技术才能够 达到这种如火存心的地步 那如果你学会了这个道理了以后 学会了这个 你不在 你不在这个实际中去练习 那你这个学开车也就等于白学 我身边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朋友 拿车本都已经拿了很多很多年了 都老司机了 但是一样不会开车 就是这个道理 也就是说这种练 这种不断练 不断这种 去在境界中修正你的作意 然后这种功夫啊 是别人帮不了你忙的 你必须赶快的就是 自己去成就这个圣洁作意 这是属于一个道前资粮 它是一个福德和智慧资粮具足 这些是指观的所依跟所缘 如果我们要是没有做到这样子的这种圣洁正念 我们如果我们要是去一些什么 比如说打禅气呀 去等于念佛呀 打个什么佛气呀 其实那就只是修修福业而已了 就说只是修修福业而已 跟这个解脱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那六品寻思呢 主要是透过了相作意 跟圣洁作意成就正念 那就有这个修所成会的 下一步修所成会的它的一个移植 就一直在这个圣洁作意上 然后呢我们再寻思四种道理 寻思四种道理 其实最重要的道理 老实说它是叫就是第一个 叫关带道理 那就证明了这一切 缘起信封的一个 关带道理就是证明了 这一切缘起信封的一个 重要的法则 也就是你悟透了 你觉了 你觉知了这个关带道理 也就是此有故匹 彼有此生故彼生 它不是自信生的 但是有一切因缘所生的相 假借着 借着假名安逸 你就明白这个事情 好那下一个 下一个是等于第三个 和第四个作意 是远离作意和舍乐作意 那是它所对应的 就是作用道理 随着我们那个取所缘 了解一切有文法 它都是无常普空无物 那久久这样精进窜息以后呢 就会有什么效果出现呢 你就会有你心得定的状况 你就会有在得定的这个基础下呢 去觉悟无常这件事情 由无常体认到苦 慢慢的练习 你的心呢 就能够离遇了 有苦就悟到无我啊 于不自在中呢 我们就能够随顺法信 随顺正愿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随着这个过程 不断的深入呢 就会有什么效果呢 就会有就是作用道理 那什么是作用道理呢 作用道理呢 就是你会发现呢 就是它就是能够对峙你的杂染 就清净所缘 转你的所依 这个效果会出现 你就会看到你的心啊 对于五一六成这些事情 慢慢的不那么的 就等于薄沉了 就不是那么的贪恋了 不会不太会依照我们过去的习气 去那么攀缘我们的这个外境沉浸 也不会把这个境界当作是真实的 比较倾向于观察一切法的缘起 就不会执着他的这个自信见 起种种的差别想 这个作用道理呢 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说 有一些体悟 就是虽然还 其实我没有达到这个圣解作义 这种时时刻刻都能够 把这个如理作义提到 对于一切事情都时时刻刻都能 如理作义的这种程度 到不了这种程度 但是一样也有作用道理 也就是说一样就对于 比如说我呢 从小呢就有一种 有一种不安全感 老是觉得 自己得拥有点什么才能有安全 然后长大了以后呢 就会觉得我要赚钱 我要赚多多的钱 这样我才能有保障 然后对金钱就确实有执着 然后对自己的家人呢 包括对于自己的同修 另一半也有所要求 就是说你要对我怎么样啊什么 那样子的话 生出了非常非常多的烦恼 学完佛以后我发现 就是在针对于我原来的这种情况 对于钱这个就不是那么的 那么的执着了 当然也还没有完全放下 感觉还没有完全放下 但是不像原来是这么执着 对于家人和爱人呢 也不是那么的 就是一种随缘吧 他愿意做什么 就尽量让他满足他的想法 也不再去努力的这种 去矫情你对我怎么好 我对你怎么好了 就是这种的去攀比啊 这种没有了 就是比较的和谐了 就是虽然我没有达到这个圣洁 但是我感觉到确实是 这两个对我的媳妇 就没有这么强烈了 当然对于孩子的这种 还是需要再继续 再继续磨练 慢慢的放下 道理确实是都懂 但是把道理实践到这个 这个什么上面 真的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那因为你慢慢的就离了 攀缘心呢 那我们的心呢 就不细 就不会细腹在境界上 所以境界呢 就不容易让你起撑 就不会有这种情绪的出现 那这个呢 就是七种作意的远离作意 那远离的是什么呢 其实远离的是境界对我们的细腹 远离的是你根型的细腹 远离的是相的细腹 那根型的细腹 它是属于初中腹的一部分 相的细腹呢 就是不会把相直为有自信 你就叫离了相腹 那你就慢慢对于境界 你离了这两种细腹 又离了你内心阿赖耶识 杂肝种子的初中腹 和对外相直实的细腹 离了这两种细腹以后呢 你的心呢 就会慢慢的有那种自在力 那个自在就是有慧的这种病 你就会观察到 你的心慢慢的不被沉浸细腹 不会出众细腹 那这样的话呢 你的心自在 那你心就会生起一种舍乐作意 为什么对于乐 对于清安这件 对于无漏法喜的这件事情 我们会有这个特别的作意 是因为依止于这种舍乐作意 你的心呢 就不会去攀缘五欲的乐 世间的味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凡夫 我们还是希望有乐 但是呢 我们知道我们追求五欲乐 它是有过患的 会让我们的 我们欺负在三界中不能出疑 可是为了避免 让我们的心变得 非常的这个不搞伪顿 那心一定要有乐助 那修道人 老实说 我对这句话特别有感触 老实说修道人以什么为乐助呢 他是以什么为心乐事呢 他是以法 以实相 以离 我们三界 欺负一种自带性为乐 一个修道人 他会欢喜这种乐 因为他有这种乐助 所以对于五欲 摆在面前 我不心动 乃至于生死脅迫 摆在面前 我一样不心动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寻思于义的第二种就是作用道理 它会归到我们的七种座义呢 就是会归到远人座义和这个舍乐座义这两个座义 我记得当时相关茶会有一期 当时小红学姐做了一个调查 你学佛的影响达到一个什么状态 当时新医学长还参加 然后我们大部分呢 都说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新 能够得到自在 其实如果按照这个老师所给我们说的这条路走下去 从了腔作义 到圣洁作义 远离作义 到舍乐作义 其实就能够 就能够得到这种新的自在了 就是哪怕你生死摆在面前 我都不心动 那这样子的气魄 其实是真的让人很向往 时间提醒一下 还有 有时间限制是吧 十点 一家学姐 对 因为今天后半场 他们那个一只箱一只箱 好 那我快一点 好 那下边就是观察作义和究竟家型作义 你下次不知道怎么讲 还是他没讲完 让他下次再讲 好 那来主持人 你按照你的进度讲不用急 那如果没讲完的你可以再下次再来补充一段时间 那我应该是在几点 十点 十点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好不用赶 不用赶 没讲完了下次继续 不不不 尽量还是给他讲完吧 没关系了 其实这个 主要是因为那个禅修他们那个时间 一直想要订好 是的 好了好了 那 下面呢就是正程道理 正程道理呢 它就是另外一种状态了 也就是说你在 你就会随着你的作义不断加深 你就会直接的体验到圣言量 然后会直接跟你所受持的这些圣言量呢 会直接去应可汇通 去你就会有感触 比如说凡数有像揭示虚妄啊这些 当然我们经常念这些东西 但是你没有没有这个直接的正程的这种感觉 如果你要是能够到再深一步呢 你就会能够直接去跟他相应 你就会经常有悟处 开启智慧 一个无漏智慧开启的人 他对于文字的较量 他会有直接的体会 能够跟他相应 这个就是正程道理 好 那最后呢 它这个叫法尔道理 当然这两个我们都没有 没有到这种程度 但是也是很向往 就是最后呢 你会发现 就是你大腾的指观到最后 它是归无所得 它就是因为这个法尔道理 不是因为我观察 这么观察才是这样的 它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它本来就是没有 没有欺负的 是你主着它才会有欺负的 慢慢的呢 这种呢 就是能够正周片真如 入了这个初级洗地 这个入初级洗地 是我最深的这个目标 能够正见到 而且老师说 你正到见到以后呢 你的那种喜乐 会让你喜乐好久好久 那这一路过程当中 就是靠着这个六匹寻思 成就了七座椅 在世间道 在初期间道上的地利增上 就是这样 那 记得前几天呢 就是我带女儿去微海旅游 那走在海边的沙滩上呢 那沙滩是白色的 然后呢 海水是蓝色的 风轻轻地吹过 是不是很美 大家听我描述觉得很美 但其实呢 你们其实被你们的想象都给骗了 实际上呢 那天中午温度很高 沙滩上又没有任何的遮拦 走在沙上是非常非常吃力的 就是沙 走在沙上和走在平地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它是非常吃力的 然后短短的几百米 我们就大汗淋漓 这时候呢 就是当时我在沙滩上的时候 我就想 就是当时玄奘法师取经的时候 经过那一片一望无际的沙漠 它是什么样的毅力和信息 让它走过了那个沙漠 而我们这些后辈呢 真的何德何能去享受大德 用生命来换来的 我们宝贵的经典的滋润 那如果这些经典 在我们的手中断掉了 我觉得真的 我们得到了这样的法宝 而又没有成就 然后我们真是愧对自己的 这个法尊会命 也是愧对了 这个前辈的这个大德们 那我们现在已经是 站在这个大德的肩膀上了路 已经告诉我们怎么走了 那也就是从 了象座椅 圣洁座椅 远离座椅 舍乐座椅 然后到最后的 纠幸加行果座椅 那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 把我们的这个颠倒的座椅 转成如礼的座椅 最后一定能够成就 这个根本无分别制 而达到出击起地的建道位 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然后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句话 原来分享过 再次分享给大家 就是让唐僧成为唐僧的 不是取回来的那本金书 而是取金的那条路 让我们成就的 其实不是金书上的那些文字译 而是我们用这些文字译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中 一步一步转变我们的这个思维 颠倒思维 然后把它变成如礼作异 的一个艰难的过程 好的 那我的报告就到此 感谢大家的灵清 阿弥陀佛 入学方斑 好 很感恩贤浩学长的精彩的分享 那后面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如果贤浩学长 你觉得还有需要再补充的 你可以再跟惠玲学长 敲一个时间 把它补充的更完整一点这样子 好我们期待你的继续分享这样 好那我们后面把时间交给美丽学长 来做一下总结 阿弥陀佛 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有 我把资料都放到那个聊天室里了 那特别把老师的一个贴文呢 就是说 由文师的了相来自成就的圣洁 今天邢浩学长特别讲这一段 所以非常感恩他能够把这个世俗的观察呢 跟那个佛法来相结合 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 也提供给我们在地的学长们呢 做一个参考 因为佛法不离世坚决嘛 所以生活在佛法的了相到圣洁是这么样的一个重要 所以老师把这个文呢贴在这里 我也网上贴了 提供给学长们参考 另外我要多说一点的是 就是对于思维修这件事呢 也有同学呢 有一些一直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学习来做一个相色 那我这个地方特别要把这个思维这件事呢 多说一点 思维是把所闻的意理啊 领受在心 也就是由了相到圣洁 那要细意的思维 余杰斯蒂论里边对于思维有这样的一个讲法 就是你要独处空闲 思量观察 独处空闲的时候呢 这个是思维的前提 而不是用你的想心再一直做分别 要对法意呢 如理作意 刚刚弦浩也举了很多的例子来做说明 那心呢 那先一个前提就是射心内住 心即进住 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口那个那个法句 让我们能够议词的这个方式 心呢不能受到干扰 这样的空闲应该是不单指人少的地方 而是说内心能够要去这个五欲的杂染 贪嗔痴等烦恼的这个障碍的意思 所以内心呢不是清净 然后思维又不到正理 这样的时候呢 你所要带起来的思维修饰 跟这个法 其实实际上是不相色的 那当你能够把这个法意给前后的理路啊 弄得清楚一点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还是要实践 实践就像刚刚弦浩学长说 带领我们的那个方式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同学 假如是觉得有一些用在生活上 不是很会用的 那这个可以反复的听 那我有举了一个是属于常博法师 在卷99的地方啊 有一个就是学佛中才会有的相似佛法 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呢 因为我们学了之后 他才会有一个情况跑出来 就像这里所说的 我把它放在聊天室里来 那提供给学长们参考 说有一类的友情啊 佛陀曾开示啊 称阳赞叹密护根门 六根不要攀缘六境 由于这样的因缘 因此认为就不要看 不要听 乃至于意所缘的法都不要想 这样才是真正的密护根门 因此呢不细念也不观 观是重色 所以刚刚形化学长弄了一个照片给我们看 那个就是眼见色嘛耳闻声嘛 那这个地方你是怎么看的 就是在这里 乃至不如理作意 我们会带起我们自己各式各样的想法 可是只是眼见色 我们在做什么事 取向安利明 乃至于不如理的思维诸法呢 这样的主张就叫做相似的正法 佛说密护根门 佛说密护根门不是要行者不看 是可以用眼见色 但不取相 不取谁好 眼见色而不生染拙 由于那个错解的佛语 不看不看不听了 以为是究竟 这样就叫做相似的佛法 不知道学长们这样听了之后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聚焦 这个聚焦的这个 我们常常是学了很多 可是有时候就是会偏了 自己不是很知道 所以我是觉得 卷史99呢 可以有空的时候打开来看一看 来让自己呢 对于这一个部分怎么样简择 我们怎么样才真正的如理 我们坐在不如理的情况 又怎样认识 好 好 那就想 就是讲到这里了 我们把那个回给一家 好 谢谢 那个今天 先好学长讲的很精彩 美丽的那个总结 也是很惊讶的 那重点是我们如果在生活中去实践 把我们的道理用在生活中去实践去观察 好 那 那山盟禅的时间就到这边 我们下一场10点10分开始 各位学长 阿弥陀佛 那我这边可能没有听到那个后庆的声音哦 那我还是会随着这个时间的进程行程来就是说做必要的指导语 那那个如果我没有听到清声再麻烦那个在那个聊天栏给我一个message 那我想大家都大概入座了 这样我要再敲一下 今天我们还是一样就是做这个开始的做前的软身 那我可能开始做前的软身的时候我可能还是会提问几个问题 当然刚刚我们有知道说我今天在这样的一个馋坐方便的意乐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们下次在大堂分享的时候我可以可以再 我看到这样 再重塑 那我们今天还是就一个实际的操作来做 首先我想要问大家的是说你禅坐的需要的配备是不是已经事前准备完善 那基本上我们之前我先把我的荧幕还是关一下 我们看一下美会学长的 就是你在这个残座的时候我们要准备这个上下补团 那目前我们要进行这个 首先呢如果你是自己在家里练习残座或是你在大 再大一点一百一 谢谢 你下面调一幕的大小调可以放到一百三应该可以吧 你可能必备的条件就是你要有一个保温杯 这个保温杯基本上你放在你的右上方 那你现在如果没有准备没关系好我们就是说你就放在你的右上方 那现在我们要做软身 你的你只做下补团就是下面那个补团上补团你就放在右手边 那美会学长可以示范 还有你准备了盖角巾还有你的这个保暖的外套吗 像现在是夏天或是说你有在冷气阀 你把你的盖角巾呢目前还不需要用到就放在你的右手边的上骨团的上面 你的保暖的外套也是放在这个上面 你这些都做了吗 还有就是 是不是准备了一个小毛巾 这个小毛巾它可以擦汗 也可以适度的 如果你觉得外套太厚 它可以适度的盖在肩上可以保暖 不要让你后面的肩部呢 譬如说你在对着冷气孔 冷气孔啊或是说比较凉有风的感觉的时候 你可以做适度的保暖 或是你在解手印的时候那个手比较短 你可以放在你的那个霜 就是你盘腿的那个你放 解手印一放下去把它折高一点 你就可以放在这个上面 或是你在残坐的时候 忍不住要打喷嚏的时候 你随手在你的右手边 可以把它拿来赶快 捂住你的鼻子跟嘴巴 让它不要出太大的声音 影响到灵丹 也许我们现在还没有去参加这样的大堂 一个残坐的一起的练习 但是我们现在先把这些必要配备都准备好 因为我们一上座可能就是一支箱的时间了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你的坐处安稳 我们的心也就跟着安稳 那接着下来要做的功课 就是刚刚美丽学长讲的 残坐的一个方便 我们说的在读 读字在闲处 那你的一个法座就是你自己一个 你自己坦诚了 残堂了 独一 独一在近处 然后专心的来思维 这个是在坐前跟学长 我们今天可能会再花一点时间来做这些复习 那把这些复习当成就你已经变成你的习惯 这是一个好习惯 我们就要来让它熟悉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看到美会学长 他已经正脚闪盘 那你看他的坐处 还有坐处的环境 还有他心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准备 那我们呢 开始在做进入到第二个 这个软身坐前呢 我们先坐 在注意的时候 你在坐的时候 你先坐了以后 我们说正脚闪盘的时候 我们先做三个部分的一个注意 第一个就是 喉 颈 摆正 那这时候摆正的时候告诉自己 放松 第二个注意就是我们胸椎的部分 我双肘看看美会学长 双肘自然往下 那你的肩膀也是自然跟着往下 还是一样告诉自己放松 这就是我们说的全然的觉知清晰的分辨 所以每一个动作它都是在做我们的直观的练习 那第三个动作就是我们腰椎的部分 一样 来调调你直腰 然后提臀直腰让你的身体端正端直 但是要保持放松 没有人在你旁边监视你 你是这样的一个放松的状态 而且你心里会充满着发喜 你这时候你会觉得你是怎么样 我们说的身圆满 还有处圆满 因为我下面开始我要来学习 我有正有正确的方法 有老师的指导 还有我亲身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体验 安纳班纳念 这你看这个我们说的四处七枝两枝 我们说的两处身圆满 还有处圆满这个部分 还有我愿意依着法意 安纳班纳念的法意来练习 我这一个常做的方便的练习 这时候就身心都会生起一个 非常发喜的意乐 在做第二个软身动作前 我们要先练习一组呼吸的练习 你看看我的一个指号指令 你就知道他的过程是怎样 第一个吸气 我觉知我的吸气 很单纯 你就依照你的一个step 就是你的节奏来做 吸气 我觉知我的吸气 这时候是觉知 呼气 我觉知我的呼气 放松 这时候我们就会跟这个我们说的四处向 我们说的鼻处 中间停息 转上行以后 呼出呼气 如果你今天就是只知道吸路鼻有处 然后到中间稍微有一个不露处 在转上行的时候的那个呼气 你就觉知这个 我觉知我的吸气 我觉知我的呼气 你这样练习 这是第一组 第二组 不一样的指令了 我跟随我的吸气过程 所以这时候就是跟随我吸气的过程 所以我们怎么看 如果照禅修手册就是我们说的 出席无间 那出席无间以后就怎样 舍这个空位 知道席路 所以整个那个过程 我跟随我的吸气过程 然后鼻有处 然后还是过程 肚子食其腹 肚子又开始胀满了 停席位 鼻露出 这时候会在鼻露出的一个阶段 各位随着你自己的呼吸 我只是就是在这样的三组练习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先这样练习 中间我就不打扰各位 好 鼻露出以后 这就是我跟随我的吸气过程 我跟随我的呼气过程 放松 学长们刚刚我讲的是明言文字的叙述 但是你要把这些文字练习到每一个过程都是你可以观察到的过程 观察 用观察 所以这就是刚刚学长美丽学长说的 要你观察圣洁 要观察用你寻视心去观察 好 刚刚刚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再下来进入第三组的练习 第三组的练习 吸气 好 我觉察自己的整个身体 呼气 我觉察自己的整个身体 还是一样 放松 所以在整个一个 安班念的时候 就是这三个三组的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呢 第一个 露出习相 知道习觉察我的习露 觉察到我的习出放松 还有过程 我跟随我的习露的过程 吸气的过程 然后我跟随我呼气的过程 还是一样放松 学长你们都是照你们的 我们现在都在总复习了 安班念一定要做到这三个部分 第三个 洗锁医生 我觉察自己的整个身体 我觉察自己的整个身体 吸气的时候 觉察自己的整个身体 这就是我们在禅修手册的文字 生的作业 洗的观察 心随着吸气观照 呼气 放松 保持这样的观察 好 现在我们是不是做得很熟悉 不需要文字了 这些文字都当成 动词这样子去观察 好 我们开始要做到软身 一样用这样的身心状态 来做我们的软身 吸气 鼓气放松 头部缓慢 左倾 吸气 呼气放松 头部缓慢 回正 学长们如果熟悉 就照你的 那个tempo来做 那没关系 我指导语下到哪里 你可以多做几下 多多的把自己的那个 头部能够松解 吸气 呼气放松 头部缓慢 又轻 吸气 呼气放松 头部缓慢 回正 这时候这个过程 全然的觉知 清晰的分辨你的左倾 轻 回正 又轻 然后觉知到 颈部拉伸 放松 过程中的感觉 好 再来 吸气 鼓气 头部缓慢 的左转 用转的 左转 转 吸气 呼气 头部缓慢 回正 我们左倾是 就左边这样点一下 转的话就是头部往后面转 我们还没有旋转 吸气 呼气 头部缓慢 回正 吸气 呼气 头部缓慢 右转 颈部 颈部 用颈部转 往后 感觉那个拉伸的感觉 全程 感觉你的身体 还有配合你的呼吸 吸气 吸气 头部 回正 以后 我们开始下一个 吸气 呼气 头部 缓慢 前 弯 吸气 呼气 头部 缓慢 跟你的颈部 颈部 颈部带动 缓慢的回正 吸气 呼气 头部 缓慢 后 弯 全程 保持 觉知 告诉自己 放松 在这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 不是只有水形而已 我们说的水形 同分所言 还有我们说的 水关 这时候 这时候可以看到你的五蕴二曲吗 感觉那个拉伸松紧 那就是你 我们当下五蕴的二曲 好 再来第三个 颈向缓旋 三个动作开始连起来 头部 缓慢 往左 然后 左前 往前 弯 再往右 往右 往左 对 我们看着美慧学长 顺时针 随行 随关 好 再来吸气 呼气 放松 往右 往前 往左 往后 你的身 身体 身业 身体 的动作 身的作业 第六意识 同行觉知 左右前后的旋转 同分所缘 硕硕 随念 这样观察 然后这个当下 去感受到你的 取的 你这样的一个 所缘 能缘 能知 你是左 你是右 你是上 你是下 这样的一个 舞蕴 舞蕴 全程的拉伸 拉伸 拉伸 这种 舞蕴 二曲 有没有练习到 不再是 本子上的文字了 就是在动作上 一样的 再来是 旋绕前段 一样的 用这样的 一样的 肩膀 肩膀向耳朵方向 爽起 向前绕 反复三次 好 看到肩膀 有看到 觉察到我的肩膀 身体的肩膀 那个地方 我安利的名字叫肩膀 向耳朵方向 就向上 耳朵 耳朵 耳朵的部位 我给他这个耳朵 给他一个名言就是 耳朵 怂起 好 向前绕 还是给他这样的一个名言 向前绕 看到 你的分别 取向 安利明 这个过程 有看到吗 做这样的动作 但是他是 由于名言的一个指导 看到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你心的一个分别 明言的安利 这就是我们 互入五韵二曲的明色 分别 清清楚楚 每个动作 你的生命过程都是明色分别 很清楚 你的分别是你第六意识心 相应你身处 你的动作 这样的分别 好 肩膀向耳朵方向 耸起 向后绕 你不要觉得你都做完了 多做几次 去感觉那个形相续 同分所言 硕硕随念的那个随形 还有你的随观 就是你的五韵的二曲 那个观察 向后绕 反复三次 保持全然的觉知 清晰的辨识 全程 身体放松 所以这个动作 一定要在禅坐上吗 你在公车上 有位置 或是站着的时候 都可以做 包括小云学长说 他开车的时候 也可以做 但是要小心 要安全 好 再来 一样 我们双手托天 还是一样 两手 广度急促 插手 交叠 缓慢 向上 移动 你看向上 就这件事 我取向向上 我就会依照指示 然后如果可以了 我们就 放下来 这个动作是清楚的 慢慢的 好 我们反复也是这样子的 看到自己的深夜 注意到自己的一个习相 还有一个身心 习的观察 然后保持这样的观察 再来 提臀折跨 你看我们 有一个 指示语 提臀折跨 我们就会照着这样做 这样的一个动作 心有跟这个语言相应了 那第六意识分别 你生的作业 就跟着他做 那 那个美惠学长 就作意这个提臀 警觉心 就在那个提臀 腰椎 胸椎 颈椎 保持一直线 上半身 慢缓 慢缓 向前 放松 一样 全然的觉知 清晰的辨识 是不是两个胯有横向 深拉 放松的感觉 放松的感觉 这就我们的五蕴二曲 要去哪里 去抓什么五蕴二曲 这就这样 清楚知道你的身心 整个一个过程 整个一个过程 都是你的身心 跟你的呼吸 这样的相应 全部 包括你的生命过程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五蕴二曲 导刀玄浩学长 刚刚讲 跟他女儿的互动 或是跟我们的互动 腰椎 胸椎 颈椎 一直线以后 如果你可以了 再慢慢的起来 我们先看 这个学长们大概都熟了 只是说在这个过程 能不能这样觉知观察 好 如果可以了 我们就开始 进入我们的 禅坐 一样 七肢做法调好 盘腿 让自己的身体平稳 正直的坐姿 然后伸直 提臀 提臀 直腰 肩平 坠走 层肩 弹胸 可以截手印 正 正 头颈 这时候 头顶旋 收下巴 正 紧 这时候开口吐气 用吐的 可以动作 可以 自己如果在自己的家里 感觉把身上的 吸入 很清净清凉的气息 然后 吐出身心中一些 积压 压力 那种 晦气 把它吐出来 应该多做几次 我们刚刚有手印了 然后唇舌安置 和颜断光 先告入座 我们开始做八处的 放松 一样 随行 就是 同分所言 就是每个身形的动作 习行 身的过程 绝查身体全身 一样是 同 随行 就是同分所言 随观 五蕴二曲 头顶旋 放松 吸气 吸气 收 下巴 放松 呼气 吸气 呼气 正经 放松 吸气 呼气 坠轴 放松 吸气 呼气 沉肩放松 吸气 鼓气 含胸放松 吸气 鼓气 提臀放松 吸气 鼓气 直腰放松 由上而下 学长自己做由下而上 做完八处的一个练习后 我们正式就做我们的鼠席 进而如果可以的话 还是就可以做水席 学长你们还是坐着 还是照你的tempo 你现在的 你现在的 修习 你的tempo 来做 那我 我会做一些 我会做一些引导 如果需要 引导的学长 就随我的引导 可以慢慢去做这个思维的观察 我们在这个安班念的时候 有学习到安班的七略义 大家不是指于这些七略义 从第二本的禅修手册 包括第一本 接近世音 到我们目前 我们的一个学习状态 大家就随着自己的状态 随力学习 随力学习 随力 自己的状态 随力学习 我们说安班有四处 就看到我们习的字项 这个习有四处 知习路 习就是我的所原相 习路的过程 就是我的所原相 就是所原 也就是我的所取向 路到习不露出的时候 会有一个能取之道习不再露 习有一个不露出的那一个所原相 也就是所取向 这时候我们说 那个就是我的能取已经转了 刚刚能取是看到习一直在露 那露到那个我所取的那个像 好像有改变了 就不露出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说 露习灭乙 就露习 习在不露出的时候 在那个习空位 习空位就是没有露习也没有出习 就是在习的那个不露出的那个不那个 那个所取向 有没有看到就是 那一个 你深处 基本上是深处啊 你的深 深处的那个 依着深处知道那个习向 所以我们说所原相就是露出习跟习锁医生 所以是在处 露的时候那个 在那个腹 在那个肚子那边 一步 脊处那个部分 脊 肚脊那个地方有一个处 就一个不露出 这时候就会从露习到 曲的露习的 像能曲到露习的像 到不露出 所以那个能曲就转 转变为不露出 这是我们在观察二曲 不露出以后 在出席 不露出以后 看到哈 嗯 我不要引导太多 太多资料 出席的时候 从不露出 又一个知道深处知道一个出席 那就还是一个能曲转 就转变 我们说的转 应该是说那个分别不不一样 因为我们 由这样的一个所原 索曲的像 看到那个整个过程 席的那个露注出的过程 去依照深处 一支的同行 然后能够分别 它又转变了出席 这一个方便的法门 在独一进处 可以专精的观察圣洁 是要让我们平常在比较分老的环境中没办法观察的 让我们这时候练习观察 知道我们的那个能曲的转变 所以出席灭语 就出以后又有一个不出不入的那个席空位的时候 然后又有一个能曲转 又会知道 能够有一个知 知 那个知就是能曲 就是你所取你取的这个像 这个席像跟你深处的像 然后因为深处以后 就会后面就那个 我们说的那个像是色运 那后面有受想 那个受是处受啊 想就会是 他出了 他不出不入了 他入了 就会有一个想 会这件事情 这个出入席会在这个想上面 有这个想 想运就是知道 我学习的就会安利这个名 他是出 他是不出不入 他是入 有这样的安利名 看到 席的席的字向 席行 一直就这样子 席行 你的身行 你的身 身业 因为是 我们说的这个牵引业 牵引 所以他就是这样行 身行 习行 这样的一个行相续 先看到那个行相续 看到那个 那个就是这样子 一直行相续 在行的相续的每一个阶段 我们取了四个触点 因为那个部分要让我们练习 知道他 你的分别 还有你取向 所以这里就是取向以后 我们安利名 你就会 由这样举一 看到你的生命 就这样身心的运行的时候 对于每件事情 都会 对他 因为五蕴 而取向安利名 在受想 想的时候 这很单纯 不要太复杂 就先知道这样 很确认 像今天玄号学长 他很确认 这就是 我在五蕴中的 二曲的 取向 安利名 从这个习入习出的这样的一个习行 出入习还有你身心 的一个所缘 能索取 然后能知 去建立 你生命就是这样子的能见能知 先建立你的一个舞蹈的能见能知 舞蹈的能见能知 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相续 然后在每个学习到那个四处点的时候 你给他取向安利名 就习的志向 只有习向而已 习向这个部分 我就可以给他安利 这个习是入习 这个习在我的脊处不入出 这个习我要呼出去了 叫呼 入出习 好你看 你可以让他这个形相续中断吗 想要中断都不行 这是我们读到经典知道怎么样 了知是无明然后先行 行以后有命根 有这个命根以后你有身心 所以你有入出习 可以观察到的是 那后前面那个无明行啊我们包发说行 就是大概可以观察到这里 后面的那个圆形圆起那个部分大概就是道理性 能观察就是这个部分 但是你就这样子 形相续 有没有看到那个形相续 你的身体的那个牵引发你中央孔瀉 然后就引发你的那个入习出习 中间不出不入 那个就是你的所缘相 就是你安那般那念呢 然后用一个很善想方面去看到那个所缘 那在这个过程的形相续我取向安理 这个所缘的受想 我的受想跟一家学长的受想 就在这学习安那般那念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都一样在这样的一个这一起生命的 命根里头身心相应 然后有这样的入出习 就看到这样习相的自相 这样来建立舞蹈的能见能知 就知道是我的恶曲 我随着身形 随着这个习行 我身处以后 第六意是同行去觉知 同行觉知所缘就是我们说的色运 同行在过程的那个感受 那个受 触受 深处 触受 包括鼻 我们说更细的 鼻吸以后有那个触 还有你整个过程在 在在在席露的过程有松紧 到中间不入不出那个几处的松紧 或是停留的长短那边那个都是你的受想 然后那个过程里头你有受想 观察到可以观察 可以知道 但是在下一个秒钟他不会在那边停留 他就是又转出 先做这样能见能知 在误入五蕴二曲的时候 我们说他要以算数习念善修习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过程里头 你的习入习出还是很稳定 那要稳定是还是要在九星柱这样不断的反复练习 所以到大概我们说的五星 第五星柱条顺的时候 他就可以观察到 不要马上在学习 就跟大家学长一起共修 就会问说 怎么开始误入五蕴 误入诸蕴 只要我们的文师会够 的时候 那个你自然那个抉择 那个观察 觉会就会 文师会因为依照文具义 文师会有圣洁在心 你就可以看到 没办法看 或是没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连结 下座 再把禅修手册再多看几次 再上座多练习 包括到后来下座 来吧 停 来吧 我们说观察这样的一个练习的九星柱 跟六品寻思 在那个过程的那个文具意就会出来 那这一个露出习这一个这一个事情就是事 我们现在在做安拉班那念这件 这个事 那看到习的志向 看到了 习的志向 让你去思维到 他有一直恒常不变的吗 看到习的志向 四处向的时候 还有习的入 不入不出 习空位 在转上行的时候 知习出 出 出到后来 舍空位 在知习路 鼻 有处 习路路 拾其腹 几处会脏满 那这样是习的志向的时候可以看到他没有不变的就这样子的一个生面 所谓的生面是我们说的那个能曲转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对他习向的每个阶段不一样 比如说舍空位以后 空位就那个那个状态就没有 就知习路 那习路 习路的时候那个习就正 正在正在进行嘛 然后就看到腹 几处脏满 好习 在 这样的一个情 相续中 没有办法再入了 就这时候这个习 知习路的这个习路就不再发生了 就变成什么 就是 不露出 就在那个不露出 又一个状态的名字了 然后呢不露出又没办法一直持续啊 他就会怎么样 就转上行 知习出 看到那个 我们说的在取向安利明 然后就会有那个 那个生面 在我们说的那个行相续的时候 我们看到 席路 席路没有了 变不露出 不露出好像有变 转变了变成 转上行席出 席出以后一直出 然后又不出不露 然后又不出不露 不出不露以后就舍空位 又再席路 然后鼻有处 或挤处 有处 看到行相续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行相续的过程 就我们知道在受想行这里呢 我们就知道在这个过程是取向安利明 他一直就这样吗 因为有受想行 中间过程会不会有不耐烦呢 做这个事情干嘛呀 有没有这个独头意识出来啊 我这样就有正知正见了 不用做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就会觉得 整个禅作是一个 我们说修处 生缘满 然后因缘 修因缘 有这样的方法 有这样产修手册 有老师的这个文具的指导 还有我们愿意去做实验 然后呢 这个过程里头看到 想行就会有你很多心所 会不会失去你的所缘啊 有独头意识出来了吗 有看到 弥勒菩萨的那个散乱吗 平常看不到这时候有看到吗 我想完成 愿意继续这样子 要自混 让自己的行 身锁 肯后 出 laughter 是,好,我知道我有在看時間 好,今天 知道我們的共修一起學習就到這 如果學長有覺得這樣讓你很散亂的話 那下一次大堂再分享 那我們今天就到此 那我想先報告就是說 下禮拜的大堂分享 我們不只是包括蠶座練習 像一家學長兩個星期的這個四層次的提問一樣 他還是我們的五運二曲 還有十項核心 那個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學習 也都可以提出來討論 那請內地學長 就是 也如果有問題也可以先提供文字給我們 那我們就準備下座 下座還是依照我們下座的注意事項 好,那我把大家還是注意一下要按摩 那我把這個交給小宇學長 阿彌陀佛 讓他慢慢我們先過去 讓他慢慢我們先過去 好,各位學長 回到教室來了 那我們就結束今天的共修 最後 最後 要做我們的回向 學長 學長請合掌 隨我公稱三稱 觀世音聲號即 普賢錦重記 南謀觀世音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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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日已过 命已随解 如少水鱼 私有何乐 当今今休 如旧投燃 但念无常 圣物放逸 朴贤情愿回向即 文书施力勇猛至 朴贤会行亦复然 我今回向诸善根 随必一切常修学 三世诸佛所称态 如是最甚诸大愿 我今回向诸善根 为得谱贤书甚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